下雨地面時大搭駕駛開著車行駛在產業道路上 行駛到路口時意外發生 十字路口兩輛車同時抵達 疑似都是沒有注意到彼此來車直接猛烈撞上 白色轎車直接沖落一旁的排水溝 整台車掉落水中 車上三人趕緊自己打開車門脫困 這起落水的車禍意外發生在23號下午 料心駕駛載著家人行進產業道路 就在十字路口和左方來的歇心駕駛撞在一塊 結果料心駕駛連人帶車沖到水裡淹了一個輪胎高 昨天兩車共五人都沒有大礙 一方為左方車為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一方為為減速慢行 雙方都沒有酒駕 警方提醒下雨天行進路口要減速慢行 而同樣也是下雨釀出的交通意外 來看台中 23號深夜地面時大大 馬路正中間仔細一看 有個籃球大的大坑洞 駕駛沒注意直接開了過去當場爆胎 往一旁看好幾部車輛打著閃黃燈 臨停在一旁 通通都是馬路坑洞的受害駕駛 這裡是台中大雅區的東大陸 疑似是因為連日下雨 導致路面地機掏空出現坑洞 至少有三車受害 社府派出怪手趁著天氣放行趕緊修補坑洞 只是駕駛在路上遇到爆胎該如何自保 減速慢行然後看左右有沒有來車 看往路邊的安全地方停靠 前方提醒要是爆胎不能急踩煞車 駕駛必須冷靜緊握方向盤 慢慢地輕踩煞車 注意周邊的車流再將車輛帶離車道 才能避免二度的傷害 華視線的麥線 從吳健鴻與您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